大家好,我是热爱美食的俊宝 今天咱们做一个香煎土豆饼 很适合做早餐哦 准备两个去皮的土豆,切片 装盘备用 玉米粒切碎,果腿肠切丁 小葱切碎 全部装碗里备用 土豆片上锅蒸,水开后蒸15分钟左右 用筷子能轻轻搓烂就可以了 搓不烂就再蒸火 取出来稍微晾冷一下 把土豆片倒进大一点的碗里 擀面杖捣碎 倒成泥 再依次加入之前准备好的食材 搅拌一下 加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黑胡椒粉 一把面粉 这个量根据土豆大小和多少来定 用手充分抓匀 变饼成刷油 取适量的土豆泥 揉成团 放锅里以后轻轻的按扁 依次摆好 再刷上油 启动电源 上下盘开火烙 约一分钟左右 开盖翻个面 这饼烙好后非常火 所以手法一定要轻 接着烙 别烙 表面都烙好了 出锅 咸香软糯的土豆香煎饼出锅了 配上一碗粥 就是一顿美美的早餐 谢谢收看 我是俊宝 下期见